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最后一天 我以为也是这样 最后一天的路程没有大的起伏 总的里程也不算多 总感觉只要稍微努力一下 台北就能够顺利抵达 结束后的彻底放松是多么诱人 但是一切都是我的以为 到了最后一天 现实仍然很残酷地给我们上了一课 在没有达到终点前的任何一点都不要高兴过头 其实天气还算不错 雨已经停了 太阳微微露出了脸 空气微凉 加上即将结束艰苦行程的愉悦心情 让开始的骑行非常疑人 可是骑行了几十公里之后 笑容渐渐凝固了 身体的种种不适蜂拥而至 除了和以往一样的各种疼痛 渐渐感觉乏力和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连身上冒出来的似乎都是冷汗 那种感觉又好像开始了腾云架雾 每踩一下都感觉踩在了棉花上面 发不出力 所以虽然是一段平路 但仍然越骑越觉得艰难 很快 也是很意外的在上午九十点钟就出现了历劫 开始进入精神支撑的状态 就在这种晕乎乎的状态下继续骑行 太阳出来以后更显难受 多喝水又觉得肚子不舒服 而此时此地距离台北还有好几十公里 难道就如同德国士兵一样 远远看见塔尖 却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可是在台湾的土地上 我们距离那个圆满的闭环就差一点点了 在地图上无非就是几公分的长度 哪怕是走到明天 我也要把这段距离弥补上 头上冒着冷汗 咬紧牙关骑行 再也不去想轻松两个字 脑子里都是些过去骑行的片段 身上也越发感觉痛了 到了中午 接近新竹城区 气喘吁吁之下 赶忙找了个西夭夭 准备补充水分 吃午餐 休息一下 趁机看了地图 估算距离 再评估一下骑行时间 最后一段路程是一个缓慢的上坡 照理说经过了这么多天大风大浪的考验 这点坡度不算什么 可走起来都有点发飘的大腿和一片空白的脑袋 还是无情地宣告 剩下的将会是一段不平常的骑行 真没想到 三十分钟后 真的不寻常的骑行发生了 在711里 除了吃下普通的食物 突然想起 在这紧要关头 是不是可以来罐红牛 改善一下身体状况 可是转来转去 没看到红色的瓶子 倒是看见一种名为 蛮牛的功能饮料 赫然呈现在货架上 心里顿时大惊 红牛就已经很恐怖了 这蛮牛饮料该是何方神圣 有啥神奇功效 江信江仪拿了一瓶喝下 口感不错 坐等生效 下面就请大家一起见证奇迹发生的时刻 连续两天午餐后 都因身体疲劳而要浮暗而眠的蜗牛 只觉得神清气爽 头脑清醒 一点睡意也没有 站起来活动一下身体 觉得伤痛都好了一大半 甚至开始催促C先生 不要磨磨蹭蹭 抓紧时间上路 同样饱受奇怪状态困扰 但怀疑着不肯吃蛮牛的C先生 惊恐万分的 看着蜗牛这个三十分钟前 还病痒痒的人 据说眼睛里都冒出了胜利的火焰 上车 豪迈地出发 神马几十公里路程 老子来了 后来的事情是C先生的回忆片段 1. 蜗牛吃了蛮牛没有午睡 焦躁地在便利店里走来走去 催促我赶快上路 2. 蜗牛一骑上车子就开始进攻性骑法 丝毫不等我 3. 蜗牛在上坡的时候没有调节齿轮比 完全是靠力气骑上去了 4. 一个白衣的骑士 从我们身边超过 蜗牛硬是和人家比拼速度 对抗了十分钟 在一个陡坡上将此人反超 并一直保持领先 直到这个人被落下看不见 5. 在每一个夜围红灯 而不得不停下来的路口 蜗牛都显得急不可耐 一旦绿灯 它冲出去甚至比摩托车还快 6. 我体力耗尽了 要不是大量出现的红灯 逼迫蜗牛走走停停 我应该很快看不到它的影子了 7. 我后悔没有喝蜗牛 如果上天给我一个重来的机会 我要喝两瓶蜗牛 蜗牛实在太神奇了 从新竹出发 到最终目的地的几十公里 我气不喘了 冷汗没了 肌肉不痛了 肚子不叫了 只是发疯一样的骑车骑车 看见红灯 就忍不住大骂耽误时间 这真叫打了鸡血一样的状态 到了下午1点55分 一个历史时刻来临 马表技术器 进入到999.99公里里程 即将归零 我停下车来 拍了张珍贵的照片 死后就骑入 大台北范围内的城市带 连绵不绝的房屋 街道 拥挤的人群 陡然增多的车辆 虽然很是不方便 但也都提醒着我 目的地要到了 下午16点05分 抵达了预定的终点 车子停在了一个医院的门口 好像是有意无意 宣扬提醒着我 一路伤痛 马表终于停止跳动 最终定格在1033.8这个纪录上 当我从车上下来 开始拆卸车辆 准备装上来接应朋友的汽车 进入城市中心的时候 一种说不出的感受 油然而生 这个光辉的时刻悄无声息地到来了 虽然在过去的每一秒钟都在期盼早点结束迹行 但当这个时候真的来临时 我又舍不得就这样结束 甚至舍不得离开这辆车 我最后摸缩这布满灰尘泥土的车辆 如同拍打着一位认识许久的朋友 关于骑行的一切故事 都是我和他的创造 我和C先生平静地相互看了一眼 疲惫地笑了 是的 做到了 一句话的约定变成了现实 一个六天半环绕台湾的经历 这段传奇经历会流传开来 重要的是 这个传奇由我创造 在每一篇内容的选择上 我们始终精益求精 不贪图数量的多少 不迎合世俗的趣味 坚持只把最有价值 最值得阅读的内容提供给您 不浪费您的时间 不利用人性的弱点牟利 做您一生的朋友 而不是一时的玩伴 这是我们的信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动作为您的信仰